如果你想要瘦肚子的話 肚臍上方一吋的水分穴 肚臍左右兩旁兩吋的天書穴 這一個可以幫助你瘦肚子 減肥最難的它不是方法 這個世界上有超過一萬種的減肥方法 全都有效 但是最難的叫做堅持 所以七七老大這一次設計了 兩週的減肥計畫 讓你在不痛苦的情況之下 能夠堅持 你用以下的方法 它不只可以讓你減肥 還會讓你精神變好 皮膚變得更加透亮 只要你照著做合理的估計 兩週可以減少三公斤 當然它跟你的年紀和體型有關 如果你也準備好 要在兩週之後脫胎換骨 宛如新生找回生病的小雨之後 那我們就一起開始吧 兩週減重計畫第一週 每一餐澱粉減少三成 其他蛋白質青菜水果的量正常 減少澱粉 它不只可以幫你減肥 它還會幫你抗老 所以不要太辛苦的情況下 減少三成的量 嘟嘟啊喝 兩週減重計畫第二招 把一半的紅肉減少 改吃白色的蛋白質 改吃魚肉 雞肉 蝦子 蛋 然後如果能夠的話 盡量去選擇水煮 清蒸 乾煎這種烹調方式 還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 並且 減肥瘦身 兩週減重計畫第三招 水果怎麼吃呢 選擇低卡低GI的 奇異果 辣 蘋果 番茄 藍莓 火龍果 這些都是非常好的水果 很多人減肥 以為是只要水果都可以 給我吃榴槤 吃世家 幹什麼東西 亂七八糟 這些 比吃甜食的卡路里更高 你知道嗎 兩週減重計畫第四招 一天一杯茶 以前 所有介紹過的減肥相關飲料 全都幫你們 重新整理一下 懶人減重法介紹的茶飲 就是適合於一般 平性的 或者是微熱 微涼體質的 冬季減肥法 它就是給 手腳容易冰冷 體質比較虛寒的人 薑葵減肥法 就是 你在國外買不到中藥 而且如果你是孕婦 它都安全 可以喝 再來 綠茶加秋葵減肥法 雖然它喝起來 有一點黏黏的 口感是非常的微妙 但是它很有效 一樣 你買不到中藥 或者是你對於苦味 非常敏感的人 那你就可以喝喝看 今天 再介紹一個 任何體質 它都能夠喝 一天兩三杯都沒問題 非常安全有效的茶飲 只要兩種食材喝起來沒有中藥味 微酸的口感 荷葉山楂各五顆 拿去跟500cc的水 煮15分鐘 或者是燜泡 可以回沖到沒有味道為止 簡單來說就是你戴著保溫瓶 然後一天當中不斷地去加熱水 到沒有味道為止 各五克 就可以喝一整天了 利用山楂和荷葉這個食物類的茶飲 它絕對比你 買一些什麼防彈咖啡 什麼課程 什麼減肥產品 便宜100倍 而且重點是 消食溺水 減脂的效果 你看得見 兩週減重法第五步 如果這一點 我講的事情你做不到 那我就不要再減肥了 快樂的當個 開心的小胖妹 在這兩週內 你必須要兩天運動一次 一次30分鐘 快走已經講到爛了 就是我最推崇的運動 哇 如果下雨啊 怎麼辦 網路上有一堆 室內可以做的運動 所以 不要再用天梯當理由 不要再用工作當理由 再來 第六步 如果主動叫你運動 是要你命三千的話 那麼 被動式的穴道按摩 可以增加你的代謝 這一招你一定要學起 如果 你想要瘦手臂的話 從你的腋下 到你的手肘內側的正中 這個地方 叫做宮中穴 如果你想要消水腫 站起來 從你的膝蓋 外側 到你的外腳踝 連線的終點 這個叫豐龍穴 如果你想要瘦肚子的話 拿起來 幹嘛 給大家看一下 肚臍上方一吋的水分穴 肚臍 左右兩吋的天梳穴 這個可以幫助你瘦肚子 如果你想要提高代謝的話 肚子下面三吋關元穴 以及1.5吋的氣海穴 這個是提高代謝 以上這些穴道 一天花十分鐘 真的好好的去按摩這些穴道 左右邊都有 自己好好的去按摩一周 你就知道厲害囉 第七招 兩周之內 甜食減半 烤炸只吃一次 讓你們管理好自己的嘴巴 他就是對自己負責任的事情 嚴格的去執行甜食減半 而烤炸會讓你變胖變老 皮膚變差 老大也說過無數次了 但是我沒有完全去剝奪你的小確幸 這兩周 你可以吃一次 讓你減肥 但不要太痛苦 以上七招的 兩周減肥法 不要你學起來 因為他一輩子都適用 你不要吧 減肥減了一輩子 但是一點成果都沒有 因為你總是定一個不切實際的目標 每天在破戒 所以這個兩周的減肥法 要做就確實做到 只要你確實做到 身體就會誠實的反應出來 相信 那一輩子都適用 我還要適用 就算死了 就算死了 那就 only